一般的民眾你不是買 這個第七票買散票的話 就是從那邊 台中市長盧秀燕 15號一早來到中傑市政府站 地方配合中央推動交通月票 台中打出最低價 一個月199元 平均每天下來只要銅板價 包括18個捷運站 包括我們的公車 包括等等 iPad系統等等 通通把他的相關的設備 讀卡等等 通通來進行更新 另外人員也進行大量的訓練 市長實測半月票要多久 結果是30秒內完成 盧秀燕說台中市民在台中市內 不只捷運 台鐵 公車 U-bike都可以吃到飽 所有的站點 剛才早上6點半開賣 到現在為止我們聽到的 都是機器很穩定 機器穩定 而且這個秩序良好 市府說月票199元 是早鳥優惠 6月底前買都是199 之後7月1號正式上路 就恢復299交通月票 台中境內有72處 整個中部合計有140處 方便市民購買 TVBS新聞 廖文漢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